好 OK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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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re back 大家都聽得到看得到我們嗎 哈囉 我們稍微等一下 確定一下沒有問題 再重新開始 沒錯 相信 都有一些正常 OK 好 好 大家好我是 這樣點旁邊的陳柏惟 那 我就是陳柏惟旁邊的 這樣點 好 那我們剛剛遇到一點點小問題 然後現在緊急的先用手機跟你們見面 沒錯 好意思 那我們正式開始囉 好囉 開始介紹了嗎 開始介紹 好 有請兩位藝人來跟我們介紹一下他們這個產品的設計人感 是不是吧 好 那你先 全部人先忘記我們剛剛講過的所有聲音 好 你們都忘記囉 其實我們一開始有想說要一直設計一個視頻的時候 就想說我們要找一個元素 然後剛好我們身上有個元素是比較像是小小的對立 因為像貓狗大家都會覺得是貓狗大戰 或者是貓跟狗就是要分成兩派 你是貓奴還是狗奴 所以我覺得貓狗這件事情 就是對我們來講算是一個蠻可愛的對立面 然後剛好我喜歡的是狗 點點喜歡的是貓 然後我就想要 我們就想要把這個元素再弄得模糊一點 不想要真的是一隻狗啊 或者真的是一隻貓在上面 對 然後我主要比較像是負責耳釘跟手環 是 對 那我就是負責戒指跟項鍊的部分 沒錯 對 那為什麼那時候設計的是貓和狗這兩個派別 而不是要攪拌咖哩還是不攪拌咖哩派的 因為我覺得貓跟狗比較像是一個派別 像我剛剛說的比較像是一個派別 然後攪拌咖哩跟不攪拌咖哩 比較像是一個行為的派別 就是我喜歡不攪拌咖哩 跟我喜歡攪拌咖哩 所以這是一個行為 我喜歡狗 這是一個我就是喜歡狗 所以這是一個派別跟行為對我的而言 是這樣 那為什麼不是吐司上面抹巧克力醬 或者是吐司上面抹草莓醬呢 其實這個的話 那這樣子講 我們現在是如果有機會再做這種 或者是真的有廠商願意讓我們做這樣的 嘗試跟元素的話 我們可能可以來個咖哩一半跟咖哩不半 然後上廁所關門跟上廁所不關門 有這種事 然後上廁所有不關門的嗎 草莓醬 還有 側睡還是正睡 瀏海還是 油頭 白鞋還是皮鞋 還有 睡覺或不睡覺 熬夜或是賴床 有這件事嗎 熬夜或是賴床嗎 可以都有 這樣我可以做四指 就是熬夜又賴床 不熬夜但賴床 不賴床 不賴床不熬夜 對 或者是不賴床不熬夜 不賴床不熬夜 好 好的我們可以聽這個話題 所以究竟 究竟我那時候到底 設計了什麼元素 那時候 我那時候也是覺得 我們可以朝著一個比較 我那時候想 可以朝一個比較民俗感的方向去前進 所以我們就是在那時候戒指上面 有多加了一個 礦石的元素 因為大家知道 可能平常都會帶 就是一顆礦石在這邊 這樣 然後我們想說 這也算是能夠代表 我們的一部分 大家認識我們的一部分 這樣 雖然我沒有對礦石這麼的著迷 但是我自己其實也會有一些 安品上面會有 對 然後我自己的話 比較喜歡像 不一定要真的珍珠 就是我喜歡珍珠那種感覺 或者是像 那個叫什麼 珠 葛丁人有點像銀 銀 對 我喜歡那個銀色的感覺 所以 主要我的兩個設計 會像是 珍珠跟那個銀 對 這大致上就是我們那時候設計的概念 就是以最簡單明瞭的方式 讓大家可以從這些飾品上面看到我們的影子 其實我們修改了非常多次 蠻多次的 非常非常多次 我們和設計師也是 來來回回 然後不斷的 討論 究竟怎麼樣 可以最符合我們的心意 對 然後還要說 那不然我們再 再怎麼樣一點點好了 或者是我們再 回到上一版 然後再去修改 其實有經過非常多次的 我們的修改 然後跟 靈感的 碰撞 碰撞 對 才產生了最後的這些 我們的結晶 沒錯 要這樣講也是 可以 好 然後 然後 那我們要開始 一個一個重新介紹一下嗎 那不然就先從 離我們最近的 麥克比 這是一隻 好啦不要了 拍不下去 好好好 Anyway 這是 耳丁 耳丁 好 好 先從耳丁 耳丁的話 我記得名字叫做 enjoy yourself 沒錯 那為什麼那個時候會選擇 叫做enjoy yourself呢 我覺得這些所有的名字呢 都是 取自我們在 近期 我覺得 對於自己很重要的一些 字 我覺得 enjoy yourself 就是你要記得 你自己經歷這些 還有你 現在這個當下 去享受它 然後 不要想太多 對 沒錯 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 當它化成一個 耳丁 還可以提醒我自己 就是 時時刻刻都要享受當下 享受自己 所以其實如果你已經 是擁有耳洞的朋友 這個洞 它就會時時刻刻提醒你 就是 當初 enjoy yourself 這個概念 它就是 丁在你的耳朵上面 沒錯 你每次照鏡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它 那就麻煩 將點點老師 把那個 enjoy yourself 盯在我的耳朵上面 好 但是其實我 但是因為我那時候 拍攝的時候 其實也是沒有 耳洞的情況下 所以我那時候 佩戴的是那個什麼 輔助器 對 輔助器 然後用耳夾的方式 把它扣在我的耳垂上面 其實 也是一個 蠻好的方法 就是如果 沒有耳洞的朋友 也可以 可以 學我這樣做 好 好 好 那我就先 帶一邊 好你帶一邊 其實我沒有幫別人帶過 那你會 你會害怕嗎 有點 怪 就順順的 OK 喔 喂 又很快 是嗎 欸 OK 有 你很順 這很順嗎 對啊 我沒有感受到任何疼痛 因為你的耳洞蠻鬆的 對不起 好 那就 其實這個呢 耳洞是有兩個的 耳釘是有兩個的 一個是 魚骨頭 跟一個是狗骨頭 對 然後 魚骨頭上面其實還有 箱一顆小小的鑽在上面 沒錯 這算是我喜歡的其中一個元素 對 嗯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示範一個就好 那耳釘下一個我們就換剛剛的耳環 手環 指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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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指 那我們一人拿一個 好 那這個戒指呢 他一定是剛好也有 這個戒指呢也是有他的名字 沒錯的 他叫做Lucky You Lucky You 嗯 就像每一顆礦石可能都有他自己代表的 含義在裡面 嗯 然後 我們這一次的戒指有黃色 應該嚴格來說應該算是棕色 棕色系和紅色系 嗯 對 然後我覺得這其實也蠻能 代表我們兩個就是在穿搭上面可能某一些 可以怎麼說 元素 我們喜歡的色系 嗯 對 你比較像是大地系 對嗎 平常的話 算是我們都沒有特別去做的一件事情 但是好像默默的都往那個方向走 對 我只是像我自己 我自己也沒有發現自己好像喜歡紅色 但我發現某些單品或者是某些小配件 嗯 我就常常都是紅色 所以當初我們才會猜錯對方喜歡的顏色 嗯 我覺得你可能就比較偏像橘色或紅色 嗯 對 因為你給人就是一種比較熱情的感覺 沒錯 然後就把這個熱情直接注入到這個礦石上面 沒錯 交給你們 好 那這個我是覺得這個棕色大地色系 是比較 它感覺比較沉穩一點 嗯 沉穩然後低調 對 然後也蠻像我平常可能 待在你旁邊的相較之下的性格 哦 是嗎 是嗎 我覺得你在我旁邊蠻耀眼 蠻耀眼 對啊 就是有不一樣的 有不一樣 可能你覺得耀眼是另外一種耀眼 啊 但我覺得耀眼是另外一種耀眼 嗯 聽不懂吧 好啦 不多說 來幫你 那我先幫你 你的需要調整大小嗎 不知道 好像不用 這是你的大小 是我的大小 那我的呢 我的好像不是 你的小姆哥 小姆哥 來 欸 小姆哥 倒是 王原來 Joseph 非常完美 下一個 下一個 我看一下 好 來到我們的手練 我熟練的名字其實我也蠻喜歡的 叫做 但我不太確定我發音會不會對 至少 叫做 Guard you Guard you Guard Guard E E嗎 Guard Yu Guard you 就是有點像是 有E嗎我記得沒有E Whatever 那就是守護 你的意思 守護 你 也可以叫做手腕 手腕 對因為我們要在手腕上 也可以叫做手腕 手腕 你 OK OK 然後呢其實除了那時候想過的珍珠之外 原本一開始是都是 串珠 然後加上一點珍珠 可是我後來發現 如果都是 這樣子圓圓的話好像有點 無聊 就很像我平常串珠一樣 那就 沒有什麼新意 一點 對 新鮮感 所以我們就後來改成珍珠的部分 用這樣子形狀 讓它去凸顯出來 然後加上一些 原本 我的串珠 然後還有一點點不一樣的呢 是 我記得 我們在拍攝的時候 是不是沒有這個 這個我覺得有點小 觀眾看不到 我們直接講是什麼東西好了 我們放大一面看 那時候 還沒有做這個原因是因為 我們在 成品出來之後呢我們發現 這樣子比較容易 讓 我們自己一個人佩戴 這個手腕的時候 可以 有一個支撐點 讓我可以抓著它 喔 要示範一下 先要示範一下 等一下 但是 我家身邊有另外一個人 所以我不需要一個人帶 他其實像是一個扣過去的感覺 喔是這樣子 嗯 他就不會主動自己回彈 對 這樣蠻方便的 對對對 就是 Guard you Guard you 但是如果 你身邊沒有另外一個人的話 你也可以 Guard yourself 沒有錯 Yeah Guard yourself 好 下一個呢 最後一個 最後一樣 我們的第四樣負貝 這個名字我蠻喜歡的 就很像 就很像我們那時候 合術的影片 最後有一個 手心的溫度一樣 對 這是一個 畫龍點睛的名字 就是我們 他的名字叫做 Circle 然後 Circle呢 就是在 中文也有叫圓圈 然後這個圓 我覺得也算是 一部分叫獻給 大家 就是 能跟 因為 劇所以跟大家相見這件事情 然後我覺得 我們也覺得也是 一件很有緣分的詞 所以 這個就叫做 這個就取得比較圓 Circle 嗯 那就交給你 什麼問題 Guard me Circle you 等一下喔 水太大了 降灰太強了 好 OK 好 好 手環 戒指 戒指 耳釘 跟 項鍊 以上就是我們的四個 一組的 set 沒錯 來賓請掌聲鼓勵鼓勵 希望大家會喜歡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這一次的小小的 喬思 沒錯 好 好我們相信大家也迫不及待要收兩位敵人老師做遊戲了對不對 那我們開始 進入大家最期待的遊戲環節 第一個遊戲 故事接龍 故事接龍 嗯哼 好 根據我們給到的故事背景 兩位依次接龍 超過10秒接不上就要懲罰喔 好 好 那我先舉個避堂 呃我們 給到背景 陳博文老師走進 商場 發現進入魔法世界 然後陳博文老師可以說 好 我發現 是 我發現 你變得比我黑 此刻 江點 老師 赫然發現 自己 黑到會反光 這時 陳博文老師發現 他反射到我身上的光 強烈到 我變得比他更黑 所以我反光 又回到他身上 所以 我又變得更黑 但是 這時候 烏雲來了 所以沒有光了 這時候他變得超級的黑 我變得超級的黑 但其實呢 不是因為烏雲來了 是誤會 是因為我變成了 Infinite Dark 無限的黑 他會吸收所有的光 所以光不再反射到身上 但其實他身上的光還是一直不停地往我身上 只是我都吸收掉了 是 所以 偶然之間 柏文老師成為了科學界的奇蹟 被抓到 所謂的 墨爾本的研究室 成為了 10下最夯的研究產物 我進到了墨爾本的 最夯的10下 我成為墨爾本最夯的 你要什麼 研究產物之後呢 我在 那個實驗室看到一個 綠色的 綠色的沙包上面寫著 江點 這時候 我驚呆了 我為什麼 會出現在 墨爾本研究室 而且研究室裡面 為什麼會有沙包上面寫的 江點 兩個字呢 原因是因為 其實 我的老家 是盛產 沙礦 只是 我一直都不知道 原來有這件事情 默默地在我背後進行 你是隱藏附和帶 所以我更驚呆了 我衝回家 去質問我爸 為什麼不早點告訴我 我們家是盛產沙礦 為什麼 要私字 把我的名字 寫在 沙包上面 量產到墨爾本的實驗室 是 好 所以這時候是換我了對不對 這時 江點的爸爸回頭 江點的老師發現 蛤 他跟我 平常認為的爸爸是不一樣的 他怎麼變成了 剛剛那個 他以為在墨爾本的 陳博文老師 我開始 聽不懂 這個邏輯 邏輯開始問了 這個時候呢 赫然發現 有兩個爸爸的江點老師 拆穿了 其實其中一個爸爸 是陳博文老師 變成了 就在他 吸收了所有的光線之後 他也成為了 那個 無可 取代的 舊話 接下去 大帥哥 我們突然夢醒了之後發現 其實我們根本不就是 不是對方的爸爸 或者是兒子 而是我們都是一起在墨爾本的實驗室的沙包 我覺得這個遊戲我們可能要 我覺得這個遊戲蠻好玩的 可能要到明天早上 一直就這樣給人家知 那請我們 這樣算我們說好不好 好 進入下一個遊戲 這麽快 那我們進入下一個遊戲 下一個遊戲是 兩位藝人給對方寫一個詞 領導對方在 DIY視頻過程中 出出這個詞 出的一方 接受懲罰 所以我們有 有位 有做DIY 然後在前面 可以看到有什麼 對對對 那我們 先介紹這個嗎 還是我們要先 先寫對方的詞 先寫對方的詞 所以我們假如說 寫了一個 假如說 我的名字就叫陳博文 我如果寫在他頭上 寫陳博文 他如果講到陳博文 他就輸了 那就輸了 那我們今天博文老師給寫 寫老師往你的左手邊轉 好 確實是往左手邊轉 確實 但好像轉太多了 我們轉個90度就好 好這個的90度 OK 沒錯 這個先交給你保管 不可以看到 這個筆劃 這個筆劃 聽起來 有點分量 我先給鏡頭看一下 好 先把它扣好 然後 我們博文老師給點尖老師戴上 皇冠 這個頭髮會不會亂掉 你幫我閉眼一下 這樣子你看得到嗎 這樣都看不到 好 那就這樣子 OKOK 是 一個circle的感覺 沒錯 另一個circle 那我們等一下兩個人都變成joker joker 還是choker choker 對不起 好 好 那我們現在來點尖老師給博文老師寫 右手邊轉 右手邊轉90度嗎 對 我覺得這好像不是轉 那好像是倒 但是其實如果你是以軸心是中間的話 我也是轉90度 對吧 那也有道理 那我們先轉回來一下 那我們先設定軸心是 向下的 以地心以地為軸心 沒錯沒錯 對 向右轉就是 好 其實每個規格一天要 要問你一個他肯定會 會不會想看懲罰嗎 會不會不小心懲罰太多 那就看點邊老師會不會手下陸心 不小心懲罰 呵呵 那個反光閉裝 但是看不到 原來 我們這個遊戲講的時候 就是一個 全線 全線 好 這個 OK 但是我有前提,如果我们有规定时间两分钟内,如果两分钟内两位老师都没有说到这两个词,但两位老师都要接受权发了,所以要考虑一下,是自己接受权发还是一起接受权发,我觉得一起接受也不是不可以看的 我觉得当然是要选择一起接受权发 两分钟内好,两分钟,我们要计时两分钟,并且要制作成DIY 这么两分钟之内,就是除了要让...我觉得这有点太难哦 两分钟之内要制成一个... 你们可以选择手链和项链是不是有两种? 我们好像两种都想做,就是最后做完之后会... 我们必然两组,这样就好了 诶,那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东西? 当然啊,我们制作成的手链会发送给幸运粉丝四位 哦,这个呢,是一个小小的心意,我们把它做起来 用这边插在做起来的手链或项链呢,会随机放到准备发货的 对,这是...那要怎么解释?那要怎么解释?那要怎么办? 商品,商品箱,对面,然后随机送出四位 大家要期待哦 期待哦 好,我们开始要计时了,开始 开始 开始吗? 开始吗? 开始 开始 你不觉得 你不觉得 既然都要送了,就要尽可能的 多穿一点,但是怎么看不进去呢? 这个呢,刚刚我研究了一下 发现这个,整个猪猪其实是穿得进去的 我刚才原本以为它穿不进去 你原本是不是 原本是不是 你觉得它穿不进去 好,最近来给它 一个 很好奇 你写的什么在我的纸上 你敢不敢看着 这个字幕 不,等一下,我的猪猪回来 因为我刚刚不小心的 把我的链子给掰断 一分钟过去了 太快了吧 所以你究竟 几个字 我不知道 好,送到什么 好 好 我不要勉强 我自己做这个 真的摔不进去 欸,我的把一套拔断 那你真的是力大无穷 诶,我把一套拔在衣服上 拿一颗 好 等一下 我剩下最后两盒 好 我怎么想多放一个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找不到我原本的那个 一契中的那个 我想要送星 找个星 找别不上去 哦,我要送星星 这个小尾巴就不要了 我可以说一个话吗 可以 已经到两分钟了 我觉得 博文老师跟点年老师 是为了给粉丝 惊喜 很认真在做 但是 我们是个游戏 这个游戏呢 证明 我们没办法一心两用 而且证明了 其实 我们更爱粉丝 幸福的游戏 对 好 那我们两位议员老师就是说 愿意接受惩罚 并且制作项链 对不对 是 但是我还是很想知道 我写了 你写了什么 那你先猜一下 我知道 这个代表了什么 哇塞 你怎么穿那么多的 那你先猜 你知道这个代表什么 爱 花 王 其实我一本是打算用这个把它串起来 但是因为刚刚两条都断掉了 所以我就只好 退而求其次 然后用 这个 三个来代表 这两个有颜色是 代表的颜色 那这是什么颜色 很黄色 是 那这个爱心呢 代表一个意义 所以这整条呢 叫做 很爱 厉害 很爱 非常厉害 我刚刚是想到呢 雖然说我的有点担掉 然后刚刚原本想放更多 然后想放的是 幸运潮 可是 幸运潮呢 它的大小也不能放到项链 这个 垫子里面 所以我选择一个 星星 因为星星呢 对我来说好像小时候玩游戏 星星就是代表着一个力量 然后一个 力量跟那种叫什么 能量 所以我希望 就是你可以一直有这些能量 然后支持自己一直走下去 嗯 对 是我的 Blue Star 哦 哦 我 没事 欸 又怎么 好 那我们真 所以我们就是做这样子 还是我们要继续做下去 八 你们先接受惩罚 先接受惩罚 啥惩罚 啥惩罚 什么惩罚 我发现 其实那边 那个萤幕是看到我们的字 真的吗 对啊 我看不到我 为什么我看不到我 就是 就是我发现 它其实是看到的 实际上我就没有在研究 就看不到 那我也看不到 好 那我们自动接受惩罚 对不对 惩罚有两个可以选 一 在硬时发一张双人未公开的合照 二 向对方散的 所以算是 二选一的意思 好 两位都要吗 都两位都要的太多 所以我们两个人都要选一个 嗯 我这边刚好有还没有发出去的回照 这么刚好我其实也有一张没有发出去的回照 那我觉得 我们现在就来发吧 好吧 好吧 那我们直播间结束后 我们两位老师会发一张未公开的合影给大家看 好 OK 那我们现在项链做完 还有一个手链 还有一个手链 我们同样计时 我在这次给你的三分钟 五分钟好不好 我们可以专心的做手链 好 然后又可以稍微的 OK 好 那我们同心再写一下卡片 好不好 不可以看屏幕啊 好 我看不到 好的 好的 那我们要认真对待Huck 确实 好 好 这真的因为我们就选了一个嘛 那只 那我们的惩罚只剩下向对发撒个角 可以 诶 这个是删去法 好 我先转90度 好 你先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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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 一下 ok 这个转 Nashville Polish 我觉得我等一下 我写的已经很杀ables 好 我写完了 这样把转过来 ok 你準備好了嗎 我是絕對不會撒嬌的 你這次要出狠招了嗎 這個超狠 旁邊的人在點頭 這個真的很可愛 我掐到你了 你有什麼要疊字 狠狠嗎 欸 剛剛可愛了 喔 好了 可可愛欸 那我們就開始 我們的手玩吧 可以嗎 Let's go 我怎麼覺得我猜到了 計時開始嗎 10分鐘 計時 開始 好 開始 開始 你這次要用什麼樣的設計呢 這次我要先觀察一下 我們珠寶盒裡面 我在聽 有什麼樣的元素 我跟你說一件事喔 我是覺得我已經贏了 喔 對 你怎麼知道 我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說不定 我已經贏了 我好喜歡這個遊戲喔 你這次真的是太狠了 好嗎 看你這次真的是太狠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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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已經有了四位 我把剛剛用不到的 全部用上 我想一下我這次要出什麼招 我 這個他轉下來對不對 對 他可以轉 對對對 我如果把這個 用很多 你會不會 用到 還是你會想到其他的 我是覺得 我現在已經沒有心思在這上面 好的 我已經沒有心思在做這個 那你想好怎麼撒高嗎 我先 但是一件件事 我現在還是想一下我要怎麼做這個 好 等一下 因為我就是國人贏了 該有的 那國人老師可以決定 欸 不好意思喔 哇 還有最後一個 我想一下這次要做什麼 這一個草 這一個草 那我有講到你說一次嗎 還沒 還是其實我也講到 其實你確實已經講到 真的嗎 那我們只好計算一下 但是我 其實是有點不太知道 你到底講了幾次 我剛才是太專心在 做這個 想要送的粉絲 我也不知道 你到底講了幾次 真的 真的 講了幾次 但是 沒關係 所以我們兩個其實都是出了很糟嗎 是嗎 先等一下 你先不要吵 我找不到我剛剛那個 到底在哪裡 我覺得我這次也算是蠻狠的 我這次真的算是蠻狠的 等一下 我好像沒辦法 但想不到你居然比我更狠 我相信這就是我們之間的默契吧 沒錯 好 我做好了 等一下喔 慢來 慢來 好 我覺得我就這樣子就好了 我就是走一個簡單易懂的風格 這樣子 好 梁文老師都好了是嗎 我也好了 講一講自己為什麼要這樣DIY 你先 好 這次換我先了 沒事 好 來 我覺得這次也是有點異許同工之妙 嗯 就是 這個叫做什麼 神寶 那這個叫做什麼 貝殼 寶貝 送給你 這次太厲害了 真的假的 我一直以為你會玩這些弦衣梗 但是 沒有要玩嗎 我真的是很認真在配顏色 好 這是我做的 既然 這就是一個 我回憶的一個 看誰運氣好誰拿到 我希望有一個 滿滿的誠意 誠意做得滿滿的誠意 那什麼是藍色 藍色啊 因為其實我說過 我最喜歡你的顏色是藍色 嗯 雖然我潛意識裡面默默都會選擇紅色 嗯 對 所以 我還是選擇 我以為我自己喜歡的顏色給大家 好 那 老的瑞老師是不是很期待過 就是他那個詞的稍微 真的很期待 真的很期待 那就大家自己看一下 好 其實 其實你講過蠻多次 我剛剛說 其實 其實 你已經熟了你知道嗎 對 對 因為剛剛老師先 說出了那個 不該 不可以說的詞 所以 我們的懲罰是 點點老師向國文老師撒嬌 至於怎麼撒幾次 那就是國文老師說的算 你們覺得嗎 欸 為什麼這一次 為什麼這一次 這麼狠 好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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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 我會怕 所以一次就好 好 開始嗎 好 好 嗯 陳佩文 你看我這次 這麼努力的跟你撒嬌 我其實 心裡是很希望 你也可以對我撒嬌一下 可以嗎 在這麼多粉絲的面前 你忍心 你忍心 讓我的希望 就這樣落空嗎 嗯 嗯 嗯 我們不是都已經說好了 不要撒嬌了嗎 嗯 我們有這樣子說過嗎 明明是你自己說你不要撒嬌了 但 我們說好了 對吧 可是我沒有聽到 我想要再聽一次 你說你不想撒嬌 但你心裡其實還是很想撒嬌對不對 嗯 沒有 其實我是完全不想撒嬌 那你看看你現在在做什麼 我在 我在畫畫 對啊 我在畫畫 嗯嗯 陳寶啊 然後一個貝殼 寶貝 我根本來跟你玩圈圈插插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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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結束 哇 驚嘆 剛剛那也算是一個即興的 那算是一個即興的 我一直在理性克制自己的感性 OK 非常 NICE 可是是不是也很滿意呢 好 那我們現在接下去 下一個環節 嗯 嗯 所以其實屏幕的大家有很多話想跟兩位老師說 然後我們也選舉了一些殘忌給到老師 老師有沒有看到兩個盒 有 這兩個 這個嗎 這兩個 一個是粉絲想要給 粉絲留言 然後一個是問題 哪一個是留言哪一個是問題 還是我們就隨機 隨機 那你開了你就先等 好 那我 OK 一張 留言的是問題 這個是問題 好 好 我們就直接開始了 好 那第一個問題是 到現在認識也一年多了 覺得對方有什麼改變嗎 誰的改變最大 對對方 對對字喔 對對方 出印象和現印象是什麼 哇 喔 這個 一次 一見三連 對 一次問了三個問題 第三連 OK 你還念這個嗎 等一下 好像有印象 我們 其實這 還蠻多可以講 嗯 覺得對方有什麼改變嗎 我覺得最大的改變 就是 阿對 我們先把這個 我們的choker嗎 是 他怎麼拿掉 原本就沒有扣嗎 我不知道 傻眼 好 我覺得最大的改變應該是 我們都變忙了 喔 對吧 這個忙可以是工作上的忙 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忙 對 是這個改變 我覺得 其實 那有沒有 其實這個改變算是 蠻實際的改變 大家都看得出來 是吧 那有沒有比較 可能性格上面的改變 或者是習慣上面的改變 習慣上面改變 那我先說說看就是我覺得你最大的改變是什麼 好 就是我覺得 你在 在行動之前 你可以考慮到的事情更全面 然後也更周到 哦 嗯 就是 你會 就是你可能也是因為有更多人認識我 所以 會 想要讓 就是 該怎麼說 更顧全到每一個點 或者是更想清楚 每一個自己要做的事情 跟講出來的話 對 就是一方面你也可以表達 但一方面 也是 可以 更周到的讓所有人 都可以理解到你的觀點 像這種感覺 哦 所以等於說我有改變了兩種 一個是更願意講 一個是講之前也更願意去想 嗯 好 那如果是這個方面的話 我會覺得你比較想是 嗯 更會去 告訴大家 自己現在的狀態 例如 我覺得你以前是這樣的人 你消失就是消失 你絕對不會告訴大家說 我要先消失一陣子 或者是在消失一陣子之後 會浮出水面告訴大家說 畢竟我也是蠻會隱身的 哦 你到底有在偷看我的文 欸 正大光明看 嗯 我覺得是這樣 是 嗯 那至於誰的改變最大我覺得 這個不需要去比較 見仁見智 對 見仁見智 然後對對方的出印象跟現印象 出印象 我覺得我們兩個都還沒有改變到 跟我們一開始認識的不一樣 哦真的嗎 我覺得沒有 是沒有到 只是我覺得認識到更多的層次 更多層面更多面相 對而且剛好我們有密切相處 所以我可能會學習到一些他的事情 對 對 從他身上學到很多 所以 我可能會 有很多願意表達跟願意去多加思考 是因為 僵點 嗯 但出印象我覺得 就 也不必再多講了吧 對啊 又要拉筋歌 拉筋歌 這個講了第十 第十萬遍了 我下次就那個禁辭就寫拉筋歌 但是現在 現在 就是你最直覺對我的印象是 我剛剛第一個想到還是自由 哦 就是沒有思考 完全第一個想到就是自由 我第一個想到就是肩膀 對 對是肩膀 肩膀 為何 對 因為我覺得你 我覺得 好我先不論一開始 但是我覺得在這一整趟旅程下來 我就覺得 你是一個很有擔當然後責任感強的 這是一個 這是在我 就是在我眼裡不會變的一件事情 哇 嗯 這是一個 非常有意義的 的稱讚 嗯 對 因為我一直想成為 有肩膀的男人 肩膀 肩膀 一個有肩膀的男人 是 是 對 但同時現在我也希望我可以跟他自由一點 所以你就是貪心了 好下一題 但你知道同時 我也希望 我可以更有責任感一點 我有時候就是覺得我可能太自由了 然後這個自由可能會 對 不小心傷害到某些人 嗯 嗯 這樣子 一定可以找到一個可以兼顧的方式 對 好 第二題 第二題 兩位春節期間有什麼和對方有關的趣事嗎 什麼春節期間 想一下喔 春節期間有沒有什麼和對方有關的趣事呢 老實說春節期間我都在就是我奶奶家躺著 因為我不小心感冒 嗯 對 所以 所以我整個春節期間其實大部分都是花在就是養病上面 嗯 嗯 我春節期間基本上就是在陪一家人 對 嗯 所以 有關的趣事喔 剛好那個禮拜沒有 對 剛好那個禮拜真的沒有 對 可能真的要有關的話我們可能都有領紅包跟包紅包 對 祝對方新年快樂 對 祝對方新年快樂 快樂 我怎麼了 你怎麼了 我怎麼了 你怎麼了 太想要撒嬌了嗎 該開個直播跟大家說說話了 對 有機會 可以考慮 第三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 近期 計畫有沒有可以透露的 例如說3月3號啊 啊 是 是 即將在 明天的明天 看大家見面 嗯 對 沒錯 那博恩的計畫呢 就是他即將 要告訴大家 要拍直播 和大家 說說話 練個咬字 練個咬字 對 對 有機會的話 目前的計畫都還算是 還在討論 至於是什麼計畫呢 不告訴你 我覺得這個問題其實蠻難的 對 就是很常會遇到這個問題 嗯嗯嗯 但其實通常都是 我們都是心裡想要給大家一點驚喜 對 一方面是給驚喜 一方面有時候是真的 我們還不確定 所以不想要讓大家期望哭空 這也是一個 對 所以 有計畫我們一定會盡快跟大家說 嗯 好 最後一題 希望可以多多旅行 多多拍vlog 和大家分享 喂 你的願望實現了 哼 我們最近可能真的有一個東西要釋出喔 噓 噓 我只能透露到這裡了 噓 想給大家一個驚喜 我剛剛差點爆更多出來 太久沒遇到這些 好 那換 下一個 這個是留言 OK 好 我是本次給兩位老師的留言 那我們老師各讀一條吧 好 沒問題 各選一條 喔 四條 那你要先 你先選一個 那不然就 一二三四 好 那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嗯 好 我先 不要給自己壓力 你們做自己就好 當你們搞失蹤的時候 也不要擔心粉絲是不是也失蹤了 我們都在 當然 如果每天看到你們都 出來冒泡 我們會非常非常開心 所以總結 我敢保證的是 2024年我會很喜歡你們 但是我覺得 這個好像在講 跟你無關 媽 我覺得不要給自己壓力 做自己就好 這個 不會講任何人 是可以對所有人講的 嗯 對 所以我覺得不管是失蹤 還是做自己就好 那我相信 就是很在乎我們的人 在支持我們 是 沒錯 謝謝 謝謝包容 謝謝 謝謝 好那第二題 不是第二題 第二段 2024年啦 希望點點跟博文 可以繼續朝自己的目標努力 然後也希望兩位可以繼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繼續突破自己 繼續站在屬於自己的領域 閃閃發光 兩位都是最好的 活在當下就是通往愛跟自由的唯一條件 喔 往前走吧 不要回頭 不要說再見 喔 居然真的讓我講到這兩句話 哇 喔 哇 隨機說 對啊 我是第一次講出這句話 這兩句 這是你的台詞 對啊 這是 你跟我講話 你跟大家講話 哇 原來講出這句話 這麼酷啊 這麼酷嗎 這麼酷嗎 對啊 喔 哇 那 我首先想要表達的是 非常感謝你很認真的在看我寫的文字 嗯 嗯 讓我再細評一下 嗯 喔 真的覺得這個好像什麼偉人講過的話一樣 會不斷在我腦海裡一直 你就不要回頭不要說再見 沒有 活在當下就是通往愛跟自由唯一的條件 但你對這句話有什麼自己的見解嗎 因為我覺得 活在當下是很重要的 有時候你會因為做錯了一件事情 你會 想要改變過去 或者是你會在那邊懊惱 嗯 但其實 最根本的你就是想要改變過去 你想要自己完全沒有做錯事過 但是不可能 嗯 至少現在不可能 所以 所以 繼續活在當下 是真的 最愛自己 也讓自己最自由的一個方式 是 對 不管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也不管過去 有沒有什麼事情 讓你感覺到很懊悔 這些都不重要 重要就只有當下 你眼前的人 眼前的人 看我們正在做的事情 就是這樣 嗯 好 那我 還有兩點 喔 一人開一個就好了嗎 還有兩條 真的 好 我們速讀好了 速讀 既然都被選進來了 波瀚點點有沒有說過你們兩個是秦南阿 今天是目前看到你們每次出遊都是藍天白雲的大好天氣爬山北一大淡水秘境寫真 希望未來兩位的演藝之路都能發揮你們的秦南威力一路向陽未來可期 哈哈哈哈 但是呢 這一次秦南好像有點小破功了 是 這次秦南那個好像沒有發揮得去 沒有這麼秦陽了 是是是 對 可是風景還是美的 對 對 好 最後一點是 點點和博文要一直堅持自己的夢想 不要在意別人說的那些話 要記住 有很多人愛你們唷 做自己就好 其他的交給我們 沒問題 你們也是做自己就好 沒錯 嗯 好 其實因為我們收到很多粉絲的來留言 嗯 因為時間的關係所以我們只抽取了四位 嗯 今後我們也是希望說點點老師在未來的二月二次年級之後都可以不少一起努力做在當下 不要自己有壓力 嗯 那沒有壓力那我們再玩一個遊戲吧 蛤 好 OK OK 接下來的遊戲是 手心猜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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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心的溫度 手心的薔薇 手 我們有準備五個詞條 我們每位老師抽選一個 抽選出來的詞條在對方的手心上寫下這個詞 可以給對方看到 好 初中的沒有就是沒有沒有沒有 開對的要接受懲罰 嗯 懲罰是輸的人在用自己知其表演出剛剛沒有猜到那個詞 喔 哇我們今天才在想說 什麼什麼 就是 太久沒表演有點緊張 結果現在都表演了 好 但是 所以是有點像是背後寫字 喔 這在手心 哇 就是看你想要老師 舒服還是銀馬 你可以寫得很慢 你也可以寫得很快 喔 好吧 我會看情況選擇我的舒服 我們只有兩分鐘的計時時間 對 兩分鐘沒有猜 沒有猜出來的話就輸了 一題兩分鐘 一題兩分鐘 所以一題一個成語 對 喔好 OK 好 那我們先從 誰先來 剪刀石頭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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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先來 我先來是指說 你先猜 我先猜嗎 好 反正我們兩個都要猜到對吧 我說 不用 tests 我看到這個字 在點字搜上寫 點字搜上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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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太重的話就輸了 那要功手交換嗎 就是 然後我寫它 對 ok 因為一次機會 好 一次機會 我是本覽 好 可以看到 那我 還不用 你要不要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 你抽一個吧 這個你拿一下 這啥 就是麥克風 我拿翻嗎 好 OK 繼續開始 第一個字 第二個字 第三個字 第四個字 好 你可以第三個字再寫一次嗎 好 第三個字 你先馬上唸出來吧 至少可以告訴你幾A 等一下我現在只知道第二個字是G 不是 不是 那第二個字再寫一次 第二個字 對 有這個字 有這個字 我寫 234 你會比較好猜 好 2 子 第三個字 再寫一次 OK OK 好第四個字 第四個字再寫一次 第四個字 好 好 第一個字 還有30秒喔 第三個字 第三個 OK 最後五秒 5 好我放棄 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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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直接進城巴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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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郭文老師的事情有可能兩位老師都會給我們表演一份啊 好 好 那我們先告訴李梁老師是誰一會他要表演的 那應該不是這個字 舉舉是誰 軸 這是故意挑比較難的成語 沒有啊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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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進來我們播了 好 因為我完全沒有聽過這個聲音 沒有嗎 是我的問題 這個難得我知道 還未... 那我直接升過去呢 好 那我覺得我媽媽 好 行 麥克風 你在哪裡 我在 這 你同一個面 Link OK OK 開始 開始喔 一個字 這個字 第三個字 好 這筆劃也太多了吧 第四個字 第一個字是 財寶的財嗎 財源滾滾 我猜對了嗎 你猜對了 我猜對了 哇 因為我是 我只有第一個 我只有第一個字 有意識到他在寫財 我是想說是木 然後後來變成是貝 然後他又寫了一個這個財 後面其實我完全 不知道他在寫什麼 但是每一個都有 這樣子 就是都有三點水 所以我差點差一點 好吧 好玩 怪我不學無術 但是練字練得蠻好的 確實 我們國民老師就要用 肢體語言表演一下 指 指手 需要讓給你空間嗎 先讓我構思30秒一下 好 不准倒數 指指手 他的意思是 不過於廢禮 和你心愛的人 指指手 與你邪老 你可以考獎價最高 愛的人 他 或是 所以是要傳達出這個 成語的意境 不一定 也可以從 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會從 諧音梗下手 我剛才在想這個 我剛才想到 指指 對 在手 對對對 或者是 你單定表演完 我在表演我 我的很快 可以了嗎 嗯 沒有限制 我一時之間 不知道如何變K 但是 我能夠混淆 但是 我能夠混淆 昨天 我不後悔認識你 明天 我想跟你 在一起 你願不願意 與我 共度 這短短的 卻又美好的 一生呢 博文老師 因為博文老師其實是我的青梅 所以我這個size 可能是拿到他16歲的size 現在size 7才對 但是我們之後再一起去換 沒問題 好 好的 Cut 那你想要看我的嗎 你想要看我的嗎 你想想看我 我超快喔 10秒內結束 好 那我共同老師 對吧 好 OK 好 大家只要看這半段 這一小段 這個框框的東西就好 這個是什麼 這個動作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 喔 喔 喔 紙紙 紙手 紙紙 紙手 這個腦筋動得蠻快的 好結束 OK 那我們謝謝兩位老師的到來 因為時間過得真的很快 我們直播也要馬上到了尾聲 很開心 然後兩位藝人老師和大家 大家 祝過了一個這麼愉快的一天 那我們最後跟粉絲們說一下祝福 呃 對就是 直播的一個感想 對 粉絲的主 粉絲的主 對因為你說很多粉絲的主題嗎 我覺得每一次跟大家見面 都挺快樂的 然後 其實每一次不管是你們寫給我們的話或者是我們自己 在跟你們 就是聊天的時候自己的收穫 我覺得都挺多的 所以 還是一樣 很開心這次的見面 然後 很期待 下次的相遇 好 我覺得首先是 可能因為我在這陣子有些自己的 一些新的想法 所以 在 執行的同時 我可能偶爾會 比較 比較 我偶爾會的隱身起來 所以 我很感謝 還願意 到場支持 我 然後支持 博文 支持我們的人 就是還願意繼續 就是 支持我們然後願意 看我們 就是 耍白癡 我覺得你們 會是我們 一直以來 到未來 最好的 觀眾 謝謝 謝謝大家 那就下次見囉 好 那我們 那我們就 祝大家龍年行大運 台園滾滾 好運隆中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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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